很多人都在问如何在淘汰关架中横行霸道 像我一样潇洒 首先你要拥有一个小熊 因为小熊前后期是无敌的 其次就是一定要抢到箱子 虽然我们没想到 但是没关系 因为箱子遍地都是 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拿 当你拿到箱子那一刻 我可以这么说 在场的人皆为漏意 即使他们拿到道具攻击你 我们也不要怕 因为拿到箱子的小熊是无敌的 前面发现一下炸弹仔 不要怂直接上 因为怂了的话 他就会反过头来追我 那样我们会很被动 即使炸弹仔要爆炸了 我们也不要从 被炸飞了 没关系 直接一个720度大旋转直接落地 一点问题没有 你礼貌吗 你礼貌吗 这是个意外 不要哭 我答应你 如果你能进决赛圈 这把分我拱手想让 捡起我们的 这时就在我捡箱子的时候 发现一个小黄蛋想偷袭我 想了想 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于是我就转头走了 但是他竟然不依不饶地注意上来了 这能忍吗 反正我忍不了 既然你不依不饶 那就别怪我了 屁 差那么一点点距离 不着急 慢慢来 不能让他那么轻易地就去世 要让他长长记性 下次不能惹小熊 直接把他抱起来 往下一扔 哎呦身手不错呀 居然跳回来了 但是对不起 你惹错人了 被撞到了一下 没关系 直接开始疯狂地展示 乘而跳 大鱼马上就上钩了 下次见到小熊 给我低调一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栏